7月新番工作细胞 讲述了活跃在人体工厂内的细胞们 化身成人的模样工作 在人体第一线的有趣故事 而本周第二话已经放松 不得不说 可爱的罗丽旭小板蒙透了二次元 看凡 给了丽丽介绍吐槽 替格小站可能有些朋友还蒙在鼓里 不明所以然 简单说就是将人体内的微观世界放大 女人化 女主角就是我们体内的某一个红血球 当然 对于红血球的职责的描述 都是符合人体医学常识的内容 因此这个翻也称得上科普翻 只是表现形式不这么严谨 而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生活在我们体内世界里的白血球 她的职责是清理有害细菌 在剧中的表现形式 就是和细菌肉搏 斗智斗勇 而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这只可爱的小罗丽 某一只血小板第一集中 有活灵活现的血小板 第二集同样大活跃 可爱的罗丽给你支路 黑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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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停下来 人小但是很能干 而第二集的内容是擦伤 虽然对人类来说 皮外擦伤只是小事中的小事 但是对体内的世界来说 可能是一场巨变 对于微观世界来说 皮肤擦伤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天崩地利 体内的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枯朵 当然 拯救我们的女主角的 自然是英雄救美的白血球 而之后的剧情就是重复上一集的内容 各种有害病菌接着伤口进入人体 然后是白血球如何斩 剩他们 当然 作为科学知识的部分 还是按照了人体医学的常识来设计 相对来说比较科学 而本集起到最大作用的 自然是血小板 当然 血小板是带着凝血因子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而血小板的本体就是 Proportor 小洛莉人小鬼大说的 就是他们通过血小板的努力 伤口被堵住 并且慢慢结成蛋白瓦膜 止血就成功了 虽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不过到了二次元 似乎拥有能治愈大人的力量